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老爷 王老爷 求你 这个凤天阳 都是个让人意外的软骨头 一个劲地求我爹 只要放他一条生路 他什么都答应 只要你把局员遣将交给我们王家 我就会饶过你一条性命 而且我会用王家的能量 保全你的全家 凤天阳倒也痛快 不但把局员遣将交出来 还对天发誓 若有后代 绝不传他们完整的局员遣将 为了报答活命之恩 他还泄露了他知道的其他奇迹的名字 可惜啊 对其他八奇迹的神妙用处 他也不是完全了解 最终其他掌门也同意放过封天阳 他们大概也猜到了我爹和封天阳的交易 所以也不好再向他索要居员遣将 大家得心知肚明啊 谁抓到就是谁的 为什么我没听长辈们提起过此事 这件事在当时可是一人界的最高机密 所以你自然不知道 现在懂了吧 你现在的风光是你爷爷封天阳一个头一个头磕出来的 是靠出卖同伙的信息换来的 是我们王家宝来的 你爷爷从来没有告诉你们他的这些光辉事迹吧 爸 原来如此 原来我一直承蒙王家的恩情却不自知 狂妄到自以为能和前辈们平起平坐 方正好 你少来这套 说真的 老爷子我大心眼里看不起你 林老 背后不越是应该的 现在想到之前在前辈们面前的丑态 我就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你这是干什么 我这衣柜 倒不是冲着钱为您 我这衣柜 是感谢您的父亲留我风是一妹的大恩 从此以后 我风正好为你王矮老爷子马首施斩 您有事 天下会替你办 你这是干什么吗 来来来 起来 快起来 何必吗 风会长 我刚才就是跟你唏唏往事 风会长 别想太多 哪里 你刚才翘大小子应该的 我今天来就是给你把话说开 风会长是个名势力的人 我非常欣慰 时间又不早了 并认明早还有一比赛 我这就告辞了 好 来 我送你 少爷 刚才的事情是不是很不理解 我贵不是因为我怕他们 而是当年假身之乱的动荡可能会重现 跟这个秘密相比 我们这点恩怨不算什么 先认一认